郁仲淑聲疫宿 大家很想睡覺喔 這是吃飽飯的第一堂課 很累吧 辛苦囉大家 所以等一下我要講的是 台灣的歷史軌跡 我會盡量的講得精彩一點 盡量啦 講快一點喔 講兩點鐘顆 講太久 講太快 一下就讲完怎么办 我会尽量努力的让大家不要睡去 所以我们现在台湾历史的轨迹 就是针对台湾的历史的部分 应该大家都有读过书啦 读书的部分我们是不是学历史的部分 大家都在学什么 应该有很多都学一些 康熙 乾隆 雍正 尤其电视最喜欢演这些戏 大家都很有印象 可是对台湾真正的历史 大家能够了解多少 我相信应该很有限啦 我们现在先来看到从最早 大家知道台湾最早期被发现的时候 台湾有一个很美丽的名字 叫Formosa 这个名字就是福尔摩沙 有没有听过 有哦 它就是美丽之岛的意思 大家读历史的时候 地理的时候 那时候有讲过那个 哥伦布 发现新大陆 有没有 最早期在16、17世纪的时候 我们的葡萄牙人 他从日本 还 就是还 全世界一周的时候 从日本 然后琉球 经过台湾 他发现台湾 这个地方好漂亮哦 然后 你看这个是台湾 有没有觉得 它的地图很奇怪 长得不像台湾对不对 而且他把它分成三块 所以那时候 当葡萄牙人 发现台湾的时候 他们并没有画出 完整的台湾地图 所以说 这时候是我们最初期 台湾的地图 是分成三个等份 但是那个时候呢 他们说 欧洲人发现 台湾的时候说 哇 这是宝岛耶 物产丰饶 然后气候又好 所以称作我们叫做 美丽之岛 当时发现台湾的时候 十六十七世纪 那时候奠定台湾 是一个非常重要 枢纽的地理位置 它的意义是什么 大家刚刚有看到那个图 然后我们跟中国的大陆之间 是不是有一个台湾海峡 然后那一块呢 跟西方跟东方 其实台湾它是不管 由南由北 由西由东 台湾都是一个 很重要的战略位置 我相信大家这都认同 所以在这个部分的话 当时葡萄牙人 他们就知道 台湾 这一块宝岛 到时候可以作为转运站 或者是说 我们在运送一些 到日本贸易呀 中国贸易的时候 台湾是一个 很重要的位置 所以当时 十六十七世纪的时候 西方他们已经开始 发展大航海的时代 他们知道航海是非常重要的 拥有海权 可以控制全世界 那当时呢 的中国 海民族 他们连地球是圆的都不知道 也不会知道说 如何会知海图 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 他们更不知道什么 更不知道 台湾有多么的重要 所以在这一块的时候 在十六十七世纪的时候 西方跟东方 对台湾这一块土地的认定 认知这就有基本上的差异 我们中国大明朝的海洋政策 就是当时 海洋政策它是属于锁国政策 它规定当时在中国的人民 你所有的人民 就是沿海 福建啊 广东 厦门 那一带 它不让你下海的 它不让你出海 然后整个将 它的那个 整个将 它的海权整个是锁起来 那时候就产生了一个倭寇 大家知道倭寇是什么吗 海盗 大家都有读过历史 都很清楚 他那时候 因为大明朝的海洋政策 所以大部分 有百分之七八十都是汉人 因为他让沿海的居民 不可以下海 那他们要靠什么吃饭 他们必须要温饱 所以到最后就只好违法 然后做海盗 所以那时候当时的 在台湾附近的海域都非常的不平静 因为海盗横行 然后包括日本 那个时候也是 所以在这样子高压的政策下 数百万的依海为生的民众 几乎都坐了倭寇 那时候大家知道郑之龙吗 郑之龙的老爸 对 郑成功的爸爸 所以这个图啊 是当时荷兰人 这个穿绿色衣服这个 是郑之龙 在他们眼里的郑之龙 那这个人呢 他也奠定了一个很大的 算是帮郑成功 奠定了一个很大的 在海权上的一个霸主 他的观念 就是以利益为主 他没有想说 啊 我有爱国之心啦 忠诚啦 对他来讲 他就是一个商人 所以当时他在海上呢 建立了很庞大的海上的霸权 因此 因为有他 所以之后 当郑成功 他返清的时候 才会有后续 占领台湾的动作 因为中国他们对 台湾的海洋的政策 所以他是不重视的 因此我们在17世纪的时候 就有发生 像荷兰 来占领台湾的这件事情 荷兰巨台它是怎么样 当时 我们台湾 因为一直以来 我们就是原住民 就是我们现在所谓的高沙族 那在 16、17世纪的时候 那时候 大明朝他的 锁国政策的时候 很多的倭寇 然后还有一些海盗 他们会私自的 进来台湾的土地 就是所谓的汉人 我们现在有很多的文化 像我们现在看到的寺庙 我们拜拜 的那些东西都是因为当时的一些政策 然后会有大量的汉人移民到台湾 所造成的一些冲击台湾文化上的改变 所以在17世纪荷兰那时候 它是新兴的一个国家 最早期我刚开始有说过 我们是 葡萄牙人来发现台湾的 对不对 荷兰它在17世纪兴起的时候 它发现 啊 我晚了 我怎么晚了 原来在澳门 厦门 那一带 已经都被葡萄牙人控制了 它控制什么 控制中国 残什么 瓷器 丝绸 大家知道 在中国那时候 瓷器丝绸 对西方的世界来讲 那是非常有价值的东西 我们当时在中国 它是不是 每个人 不管你多穷 家里瓷器可能都可以拿来配弹 可是欧洲不是 他们的瓷器只能做摆设用 所以对欧洲来讲 当时中国的进出口贸易 是一个非常庞大的利益 还有日本也是 日本当时 他们也开始做 就是对外的 海上的进出口贸易的动作 所以当荷兰它发现 这件事情的时候 已经被葡萄牙人控制了大部分 葡萄牙人 西班牙人 控制大部分的中国跟日本的进出口贸易 所以荷兰它那时候就在想 我也要分一杯羹啊 那我要分一杯羹 我要找什么地方 台湾 因为厦门 那些地方都被占走了 澎湖 它最开始 事先占据澎湖 可是澎湖的部分呢 因为毕竟 它离中国太近了 所以当时 中国大明朝 他们还是有派兵 来跟荷兰打仗 但是对于台湾 他们一直视台湾为 画外之地 他们完全不觉得 台湾对他们来讲 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 地理位置 所以荷兰到最后 他一开始先占据澎湖 后来 打败仗之后 他才想说 好吧 不然台湾好了 可是台湾当时 我们所住的原住民 高沙族 他们几乎是没有文字 没有书的 但是我们大家有没有看过 赛德克巴莱 那戏里面 他是不是演说 我们的高沙族 都很脚勇善战 所以因为这样子的关系 所以当时台湾一直以来 都还没有被开发 因为只要有外来入侵 他们就会赶走 而且他们的武力 战斗力 是非常的厉害的 所以当荷兰的时候 来到台湾 它是算是历史上 第一个 真正的就是 占领台湾 控制台湾 的一个国家 所以当时是因为 它有大炮 有枪 有西方世界的一些武力 所以没办法 打不过 但是荷兰人 他来占据台湾的时候 就像我一开始讲的 他是为了什么 利益嘛 他就只是很单纯 为了台湾这块 宝岛的利益 一开始是想说 做转运战 后来才发现 原来台湾不只 做转运战 因为台湾里面 是有什么 物产丰饶 一年三收 气候温和 台湾是块宝岛 所以他发现 台湾原来自己本身 就有很大的 经济利益了 所以当时 他决定要殖民台湾 所以当时 他做了很多的 殖民主义 他的人道的观念 完全是以利益 为依规 他们为了节省 所有的行政经费 地方 他也不设什么 像我们现在 所谓的县政府 他们也不去设 那些东西 他完全就是 要以武力 然后要剥削台湾 所以因此 原住民他们 就让他们自己管 自己管自己 他也没有很认真 在对台湾说 设立宪法啦 法律啦 认真地管台湾 所以当时 他都是借由 通商跟传教士 就是西方的一些基督教 来去控制大家的思想 然后限制大家的行动 那其他要盖什么 建设 完全都省下来 然后从台湾 得到的资源 全部都往外运出 所以其实台湾 很辛苦 我们一直经历殖民 被殖民的年代 非常的久 荷兰的殖民文化 大家有去过 淡水的红毛城吗 有没有去玩过 漂亮吗 漂亮 所以当时荷兰 他们那个叫做 热燃遮城 它就是红毛城 当时他建立这个为 控管台湾的一个中心点 所以那个 也算是我们的一个 历史古迹啦 有机会也可以去看看 当时荷兰人 对台湾聚台的 首要影响是什么 这一个有一个很重要 对台湾的文化 有一个很重要的冲击 就是汉人的移民文化 汉人移民文化是什么 就是我刚刚讲到寺庙文化 为什么 因为他发现台湾 虽然是个宝岛 但是人口非常的少 我们当时的原住民高砂族 其实人口是不多的 但是他要奴役人家 他要做一些运送啊 然后一些工作 那他要叫谁做 所以那时候他就开放 给中国的汉人移民来台湾 所以当时就有大量的汉人移民 那时候冲击到我们台湾所有的文化 包括我们现在看到的 你看 大量的移民 大部分那个时候都是在台南啊 云林这一带 大量的进来到台湾 那时候冲击了很多的文化 我们现在看到的 我们是不是三大节 春节 中秋节 端午节 那些节日 是我们台湾人的吗 不是耶 如果真的要讲我们回归到最初最原始的时候 我们台湾人的文化 平补族 高砂族的文化 虽然他每一色每一色之间有很大的差异 可是呢 大部分 是女性为中心 大家应该有听过我们 颁奖师讲黑堪秀的故事 对 以这个意思 然后呢 我们没有姓氏 没有竹姓 然后没有拜祖先 没有书 没有文字 我们很单纯就是 这是我们的猎场 然后 以灵魂不灭 为信仰 因为这样子的文化 是不是很容易被冲击 大家说说 如果我们没有文字 没有文化 没有书 我们很容易就被有文化 有字 有书的汉人给影响了 所以它影响了我们非常非常多的东西 像台湾的节庆礼俗啊 然后语言 台语啊 现在我们说的台语 那也是来自那时候的文化 所以就融合 所以那时候 其实有一个很大的重点 台湾 那时候大明朝是不是锁国政策 那他们也不让人来 所以就有很多的偷渡客想要来 因为台湾是个宝岛 来到台湾 他们觉得就是 有钱赚 然后可以吃好穿好 所以来的大部分都是男生啊 所以那时候就会跟我们台湾原本的原住民 做融合的动作 那接下来我们荷兰的部分啊 他对台湾真的是极尽所能的搜刮啦 抢夺 然后对于台湾人完全就是 没有认真的在看待 你只要不听话 他就是直接就是枪杀你 然后奴役台湾人 所以因此 台湾那时候啊 饱受三十几年荷兰人的统治 我们那时候当时称他们叫红毛人 所有的原住民 我们的平埔族高沙族 还是在台湾移民来台湾的汉人 都是想要赶走他们的 因此那时候三十几年的荷兰统治 其实已经民怨非常的高了 那时候民怨激到一个程度的时候呢 会做什么 革命 抗争 那革命抗争的时候 大家就知道了 刚有讲到 郑成功 郑之龙的儿子 当时的 已经差不多就是大清朝的时候了 郑成功 他为什么 郑之龙啊 他有当 明朝的官 也有当清朝的官 他有详亲 因为我刚有讲到 他是以利益为主 所以他没有国家的忠诚的观念 但是 为什么他儿子 郑成功 他会反亲 因为他妈妈当时在清军入关的时候 在中国是被受到污辱 然后自杀 因此 郑成功他本身 是一个有一个爱国情操的人 所以他受到这样子的待遇的时候 他就开始反亲 所谓当时的反亲复名的口号 那郑成功他反亲的时候 他在中国的打仗 其实他打得非常的辛苦 大家可以看到他分布的位置 其实都不多有没有 那因为都不多的关系 所以其实郑成功 当时他最后打败的时候 他也无路可退 那就有人建议他说 来台湾吧 台湾有很多的汉人 来台湾做基地 然后来反亲复名 所以当时郑成功就想说 考虑哦 可以考虑 台湾够大 离中国也近 然后又还没有开发 中国对台湾的态度 又是话外之地 那郑成功就想说 OK 所以他当时跟台湾的人里面 里应外合之后 他就攻下了荷兰 他打败荷兰占领台湾 当时也归功于啦 荷兰因为他统治台湾 非常的高压政策 所以造成三十几年来 台湾人的不满 因此他一呼白映 所有的人就 里应外合 成功的就是赶走了荷兰人 赶走荷兰人之后 郑成功他其实 也没有在台湾经营多久的时间 因为当时正式王朝 接下来就是大家知道郑克爽 他有经历过郑京 然后郑克爽的时代 到最后当郑克爽 也是详亲的时候 就来到了我们满清巨台的时代 满清巨台 大家对这一个概念啊 其实在我的感觉里面 应该也不是非常的清楚 大家只知道现在流亡政府中华民国 对台湾的一些历史的记忆 可是我们有很多的文化 其实不源自于台湾 然后有很多的东西 当时满清为什么台湾人啊 就是因为不懂这个 所以为什么当中华民国 骗台湾人说光复的时候 回归祖国怀抱的时候 台湾人会这么高兴 在满清巨台政策的时候 当时满清打败了郑成功 他收复台湾的时候 大家想 他其实真的对台湾 没有任何的意思 因为他们还是一样 是锁国的政策 他对台湾 没有领土的野心 他们就 当时的皇帝就想说 我要留台湾 还是不要留台湾 他们有开会啦 开会讨论 要留不 所以你看 大家有看到 这块地图 应该他上课都有看到了 这块是台湾对不对 当时台湾的东半部 就是满清统治的区域 那西半部呢 因为一直以来 都没有被开发 包括荷兰也是 因为西半部 高山嘛 我们的高沙族守护得非常的好 所以在西半部的统治 他就只有拥有一半的统治权 然后再加上他们当时满清 他其实一点也不想要控制台湾 可是有人 施郎 跟他建议说 你如果不控制台湾 那如果 嗯 施郎 你如果不控制台湾 那 台湾如果又再去 再一次 被人家占据 像郑成功 然后反清复明的基地 怎么办 然后满清他们也不想要再发生 吴三贵 三番反清的事情 因此 当时的那个大清皇帝 他就想说 那好吧 那不然 我考虑一下 我如果统治台湾 我要做什么样的政策 既可以留下台湾 又不要花太多的人力物力金钱 所以满清那时候对台湾的统治 很久耶 有212年哦 非常久的统治哦 这就是我们为什么 当时 中华民国骗我们光复的时候 我们会说要回归祖国怀抱 因为200多年 很久 历经好几代 但是满清他当时为什么 他做了几个政策 千里为官 只为财 当时在满清的土地上 他做了几个政策 施郎跟他建议 你管台湾 不用花太多钱 这样好了 你就文武官员啊 来台湾三年就回去 三年就回去 对 三年嘛 然后你再扣掉来回的路 两年半 然后来家 做官当当 然后就回去 回去之后 回到福建 就升官 到台湾任职的话呢 由当地的那个 譬如说就像我们现在好了 知识 他提升下面的人 推派出去 不用经过中央 不用经过总统府的认可 他直接派任就好了 然后不要吸卷薪资特扫 他做了几个这样子的特点 他说 这样子做 台湾就可以自治啦 他们自己可以管理自己 然后又不会花满清太多钱 我们从文武官员三年 我们从文武官员三年 你要想那时候 两年多 来到台湾 然后不可以带家眷呢 为什么 因为他怕你反亲 他把你的家人 你的老婆 太太 留在满清 的土地上 如果今天你要反亲 我就操你九族 我就把你的家人都杀光光 然后 你来到这边的话 我跟你说 你就坐两年半就好了 然后回来 一定升官 两年半能够干嘛 你想我们熟悉一个地方 一个环境 台湾这样子 我们就讲桃园县就好了 桃园县很大耶 然后你又要熟悉各个里 然后你要熟悉这个地方 之后再做出建设 两年半够吗 一定是不够的 可是 他就只给你这样的任期啊 所以到最后一定会演变成什么 贪官 明天我就要走了 我为什么要努力 来这里 好好的经营台湾 不需要啊 我就钱拿一拿就好了 而且他给的钱超少的啊 跟一般的兵一样 那我只能来台湾捞钱啊 台湾又是个宝岛 反正我做什么 满清都会挺我啊 我们如果开店做生意 他就像开店做生意 我就来 每天来跟你乱啊 你要给我保护费 不然我就每天来乱你 饶民啊 所以当时 台湾人很可怜 在满清的统治下 因为他们的政策 非常的可怜 而且又不需要经过 中央的派任 所以当时的贪官都 直接欲洗啊 我想去台湾 然后捞个两年半 我现在没钱 然后我先给你一些钱 你派我过去 我捞够了回来 我再还你 是不是就有这种状况 啊来到台湾 又不准吸卷 所以他们根本 就不会在台湾扎根 然后满清呢 对当时中国的人 他也禁止 他们的人民来到台湾 因为他完全就是怕 台湾成为反清复明的基地 然后台湾他认为 是一个话外之地 所以他也不禁止 所有的汉人移民来台湾 锁国政策 当时就有很多人偷渡 因为台湾在那时候 就很有名了 是一个可以掏金的地方 所以那时候 他说下令禁止渡台 探官污吏 但是为了争取沿岸的人民啊 为了争取生活 他们就偷渡 游泳啦 然后买护照啦 就是跟当时的满清的贪官 买护照啦 然后偷渡来台湾 那来台湾的大部分 都是男人 不管是合法来的 非法来的 都是为了来赚钱 所以那时候 大家有听过一个俗语吗 那时候台湾就产生这样很大的差距 男女比例差很多 所以即使那时候我们跟汉人融合啦 可是其实是真的是有限 因为我们原本贫朴族跟高砂族的女性是有限的 所以 但是当时还是因为这样子的关系 所以台湾的文化真的是受到很大的憧憬 满清市台湾为海外荒帝 他当时也是做了很多的制度 搬兵制度 包括他刚刚的文武官员来台三年 还有他派来的兵也是一样 两三年为一个期限 那他两三年为一个期限的意义呢 我今天要来当兵 然后他当时派兵来的 不是说像我们现在 你一定要有一定的年纪有没有 然后经过挑选 然后才说来到台湾来当兵 不是 当时满清他找来台湾的兵是什么样的文化水准 午夜游民 农民 吃不饱 穿不暖 的那些人 他征召他们来兵 来做兵 当兵之后 再来到台湾 所以台湾人真的很可怜 我们从荷兰 然后又受到满清这样的统治 那我们受到满清这样的统治 你想光想就知道他这样子的数值来到台湾 会做出什么事情 也就是贪污咯 腐败咯 吃喝嫖赌 什么都有 因为没有文化 没有水平 可是他们有武力 他们有权力 可以来欺负我们 所以 班兵制度 当时满清设计的 台湾不足成 台湾不足成的意思 他们从来没有 两百多年来 没有好好的治理过台湾 不足成 他没有要打算在台湾做任何的建设 就像我们现在 如果桃园县政府 桃园县是不是要有一个桃园县政府 可是呢 当时 譬如台南好了 他们就不需要设台南县政府 他们都不足成 完全不设立任何的政府 所以当时 从很多点 班兵 台湾不足成 三年任期 就知道满清他当时 对台湾这块土地的认知跟态度 他只是要台湾 是一个台湾海峡的这一块 控制着 然后保卫着 不要让西方或者是外来的国家 经过台湾 然后来打到他们的沿岸 他只是希望利用台湾 来做一个这样子的一个 沿岸的防索 可是他并没有把台湾 有纳入任何国土的意义 因为当时 中国他们满清的索国政策的时候 他们就是一直以路权为主 所以他们从来 那时候一直到清朝都没有打算发展 就是海权 满清禁止台湾人当兵 所以为什么说 他们现在可以说 台湾是他们的 从来也没有拥有过 真正完整的台湾主权 只有一半 只有一半 也不让台湾人当兵 也没有下达征兵令 所以在两百多年的统治下 满清对台湾人民的掠夺跟剥削 三年小反五年大乱 大家有听过朱衣贵吗 朱衣贵 可能很少人 不一定知道 可是他是台湾 反清的大英雄 当时他还有非常非常短暂的成功建立了一个国号 当时他是最大型的台湾的一个起义事件 整个台湾一呼百应 因为台湾人就很辛苦啊 一直以来都被外来殖民统治 包括满清也是 所以在这个当下 他起兵反抗的时候 高举一起 大家就是一起反抗 抗清 所以最后呢 我们能够到现在这个程度 其实有一个很重要的关键 在1895年的时候 1895年的时候 大家应该都知道 马关条约 马关条约 日称 下关条约 这个是 马关条约的原文 大家有看到 台湾全岛及 所有附属岛屿 澎湖列岛 歌让 1895年的时候 大清皇帝 正式将台湾及澎湖 永久歌让给日本天皇 这里有写 大清帝国 大日本帝国 大皇帝陛下 所以在这一点 要非常的记得要非常记得的就是 皇帝跟天皇签署了我们的下关条约 马关条约 这一条条约 真正的一直到现在都影响着我们台湾的领土主权 所以当时我们就进入了日治时期 日治时期呢 将近差不多50年左右 刚刚满清统治两百多年 但是呢远远比不上日治时期的50年 因为认知不同 日治时期其实不是我们所想的这么的简单 它其实是有分前中后三个时期 当时我们刚开始的时候 在前期的时候 我们是后腾新平统治的时期 它是五官总督 所以我们当时看一些赛德克巴拉 还是在我们的历史记忆里面 我们现在会讲说 日本人对台湾有做很多的建设啊 可是好像还会有一点点的疑问 可是好像日本人真的有对我们这么好吗 因为当时在前期的时候 刚开始的时候 它是用殖民主义的时候 它是严密的控制台湾的社会 但是后腾新平也做了很多的功劳啊 他因为有深入的了解台湾的文化 为什么荷兰 满清 都没有办法拥有整个台湾 都没有办法整个控管台湾 但是日本可以 因为他们不是很单纯的以武力 荷兰也有武力啊 满清也有武力啊 为什么就只有日本可以 因为后腾新平他当时有做了很多深入的调查 包括我们台湾人的户口啊 台湾人的文化啊 他还猜了我们的孔子庙 大家不知道 为什么要猜 因为他发现台湾人啊 经历了两百多年满清统治的儒家思想 孔子思想 有一种君主的思想主义的制度 根深蒂固 大皇帝陛下 我们要向皇帝陛下效忠 他当时为了控管台湾 他要把这样子的思想 整个拆掉 所以 拆了我们的孔子庙 那因为他科学主义的殖民主义政策 算是很强硬 所以台湾刚开始的时候 大概有六七年的时间 台湾人有主义民军来抗日 各地都有 包括高沙族 所以在这样子的抗日的行动当中 日本人他那时候对台湾人就有一个评价 哦 台湾人 是可杀不可掳 他就用台湾民族 来技术描述 原来台湾人民 拥有这样子的一个 很棒的一个民族主义的思想 可是这也是要归功于我们长年来 今年累月都是受到殖民统治的关系 所以 为什么 因为大家革命习惯了嘛 我们都受到很可怜的统治 不公平的对待 所以革命习惯了的情形下 我们很容易的 就会有一名军 但是呢 到了中期后期的时候 那时候由文官总督 田建智郎时期 当时换了一个日本的首相 袁静 政策开始不同了 我们刚刚后腾新平的主义 大概差不多约20年左右 后面的大概约中后期约30年左右 就进入了一个完全不同的时间 那时候 我们的文官 总督田建智郎 他就想 台湾这一块宝岛 好像不是只能用殖民主义来看待它 因为物产丰饶 一年三收嘛 那如果是这样子的情形 我是不是来把它化为我们日本的国土 可以考虑哦 所以当时 他们就做了一个内地延长的主义时期 大家知道日本的国土 然后下来 台湾 直接内地 然后延长 到台湾整个规划为日本的领土 那规划为日本的领土要怎么做 依据万国公法 国际战争法 它会有很多的政策 包括黄民化运动 我们 一些老一辈的应该 有一些技艺是有学 日语 对 然后还有一些 整个环境的政策 目的 就是为了涵养 台湾民众 完全成为日本臣民 然后让大家 对日本有一个 国民义务的一个观念 所以在中后期的时候 日本对台湾的治理 是非常用心的 大家认识这一个人吗 八田羽衣 他不是一个简单的人 一个深爱台湾的日本人 一个震撼亚洲的伟大工程 加南大郡之父 加南大郡 桃园大郡 年延15万甲 他的这些建设 水利建设啊 当时在东南亚 第一名哦 在台湾 我们在满清的时期啊 因为他们对台湾的政策 那一些不公不义的政策 所以200多年来 台湾的经济 整个是属于停顿的状态 不然以台湾这样子 物产风扰的国家 我们怎么可能发展的这么慢 如果你有新建设的话 台湾现在全世界 一定可以列强啊 200多年非常长耶 所以因此 当时像这种八田与一 他们做台湾的建设 不是十年 不是二十年 他们一个蓝图就一百年 包括台湾现在 有很多很多的建设 都在沿用日本 日治时期 那时候的建设蓝图 最伟大的工程 应该是我们的 南北仲冠铁路 的全岛的完成 这个让全岛的整个交通 可以在一天之内 南北的通车 这就发展了非常的厉害 就像我们现在的高铁 有了高铁 大家台南要来到 桃园开会是不是很简单 一样的意思 所以因为日本在台湾 不管是在铁路 农店的发展 他做了非常非常多建设 所以流亡政府 中华民国 他们那个时候 时期还没有建立哦 可是台湾 已经比贫穷落后的中国 进步了一百年这么久 有这样的差距哦 日本在台湾建设了各级司法机关 他开始对台湾做什么 设立一些律师啦 教育啊 司法行政机关 让台湾有法律 大家应该知道 我从刚刚讲荷兰一直到满清 满清对台湾的政策 你想台湾会有完整的法律吗 不会 台湾的警察系统会好吗 不会 他都用那一些流浪汉来统治台湾的人民啊 那台湾的环境治安怎么会好 所以他重新建立警察系统 护证制度 我们现在 你们大家要办身份证 台湾民政府的身份证 是不是要去申请日治时代的护级腾本 那大家知道 日治时代的护级腾本 他们做得有多完善吗 统计得很好哦 每一户每一个人 他都有统计出来 这在满清的时期 是也完全没有的 农会系统金融财政体系 满清统治台湾200多年 就是为了什么 贪污 剥削台湾人民 奴役台湾人民 那金融财政体系的建立 对台湾有一个最大的重点是什么 控制 通膨 物价膨胀 我们那个时期 有了我们的农会 有了台湾银行 有了各种银行之后 他可以有效地控制台湾的经济 后腾新品 他在前期虽然是殖民主义在台湾 可是呢 他也做了一个很大的建设就是 他设立这样子的体系 让台湾的人有没有不需要倚靠日本 我们不需要再倚靠日本或者是倚靠别的国家 台湾自己就可以成为一个自给自足的经济环境的体系的一个国家 这是一个非常的重点 所以建设是非常的重要的 不是说你今天就只有简单的管理 反正我就派兵管理呀 你们就自己生活 可是很多的体系的建设是非常的重要 所以当台湾的建设有100年这样的蓝图的时候 相对的 我们台湾就得到了很大的进步 也奠定了以后经济起飞的基础 最重要的也是这个啦 普及全岛的初级教育 普及全岛的初级教育 每一个人都有书可以念 学习文字 文化 这也是成为台湾以后能够发展 成为一个拥有自己的文化系统的一个国家的一个重点 大家知道1941年台湾每一千人平均都会有五台的电话 中国42年后才达到这个标准 他们落后啊 1943年台湾儿童就学率就已经达到71.3% 但是中国呢 20几年后还很勉强的才达到这个标准 所以这是我们最大最大跟流亡政府中华民国他们当时的不同 这些不同会造成我们以后流血抗争的事件 因为我们当时台湾人民的数值已经非常的高了 所以讲到这里 大家看这个图片 大家是不是都跪得好好的 很开心 读书 很有教养 我们现在还需要跪着吗 大概上课都还可以趴着睡觉 可是你看 当时的教育 每个人 文化教养是非常好的 有漂亮吗 衣服整齐了 多一个喔 大家也很漂亮耶 重点你看他们的鞋子 大家都有鞋子堂穿有没有 这张图啊 我妈看到的时候 她跟我说 诶 我们小孩的时候还没有鞋子堂穿呢 不过他们都有鞋子堂穿 所以日治时期的时候 即使当时刚开始有不公不义 可是到最后的政策的转换 台湾的文化水平素养 其实那时候有非常非常多的台湾人 都认为自己很开心的 我愿意做日本的臣民 当时的治安应该是非常好的 如果你去问老一辈 他们会说 那时候那时候很好的啊 都没有什么抢劫小偷的事情啊 这个是我们当时日治时期的时候 第一所在高雄成立的学校 台湾人就读的学校 然后这个呢 有看到没有 这我们赢了 这是台湾人打赢日本学生的一场比赛 棒球比赛的一张图 何影留念啊 啊这个图代表什么 文化嘛 如果一个国家 人民都吃不饱穿不暖的时候 它可以发展其他的休闲娱乐吗 不会没有心思嘛 我要探三重就没赢啊 我还有心思去打棒球 做运动 画画 所以当时台湾的安定 用想的就可以知道了 因为我们发展出那些东西 所以大家看到这个是什么 1895年 满清统治下的台湾 大家有看到这个街道吗 很脏很乱 日治时期 市区改正后 变成怎样 有没有很大的差别 这个已经两百多年了呢 统治两百多年 啊这个呢 五十年 那就可以变成这样啊 有心跟没有心啊 差距非常的大 那我看大家很累咯 我们休息一下 休息十分钟 再继续 下课 谢谢 谢谢 谢谢